我们今天前行心之勇士的部分 是学习第22页第34则 第22页第34则 题目是书房内的聚会 书房内的聚会 我特别选这一则呢 是因为我在猜测 有些人学这一则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度 就等一会呢 我们大家一起念过他的内容 你也可以揣摩一下 老师讲这一则开示的用意是什么 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示 如果你去一个人家里窜门 你最想看他们家哪个房间 我最想去看他们家书房 大家聚在一起 人手一侧静静地看书 这样的聚会是不是会有别样的乐趣 我说这一则的开示的理解有一点难度 就是 一开始老师说串门 然后串门呢 又特别想看你们家书房 然后又说呢 大家静静地聚在一起 人手一侧 会不会有别样的乐趣 不知道你那时候会不会有疑惑 那不看佛法的书也行吗 所以呢 这一则开示呢 怎么样去体察老师的心意呢 我觉得要特别用心地去 反复地言阅跟思维 所以我对这一则 其实我反复读过很多次这样 下面是我的一些心得 然后供你们参考 好因为我也还没有机会跟老师确认 就是跟大家做一些切磋 然后我尽量讲一下我思考的依据 请你们参考 一开始老师说 如果你去一个人家里串门 你最想看他们家哪个房间 我最想去看他们家书房 先想 串门 串门只是为了什么 师长佛菩萨串门 应该跟我们平常人串门不一样吧 对不对 在广论的193页 有引霞儿瓦尊者的一段开示 说 鱼猪在家事忙充实 应批妙依往复其所 令彼念云出家安乐 则众未来出家习气 这边呢 霞儿瓦尊者是跟我们出家人讲 你对于那些在忙世间事情的在家人 你应该披上庄严的袈裟 特别到他家里 让他看到出家人 让他意念到 只有真正的出家修行 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安乐 让他种下这个 希求出家 养牧出家 未来能够出家 得到泄脱的善妙习气 这就是祖师佛菩萨 他们要去串门的用意 就是师长佛菩萨 他们从一开始串门的动机呢 就是为了所有众生 真实离苦得乐而着想 跟我们平常串门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听得清楚吗 好 那么为什么老师说 最想看他们家的哪个房间 最想看他们家哪个房间 一般我们去人家串门 都想参观对方的家里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批导 我们的佛学院 在疫情前几年呢 我们会办open house 也是开放让当地的居民 可以来到我们的佛学院参观 甚至有机会参观这个法师的疗房 好 那就会有很多人 尤其是西方人 来想看一看 出家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我们凡夫平常去其他人的家里串门子 然后你很想参观他们家 很想参观他们家的房间 你为的是什么呢 凡夫是为了好奇 好 是为了什么 追寻那个 能够让他单拙的色身相位处 这些五成 凡夫不是就这个特征吗 眼耳鼻子而生 拼命的去追逐色身相位处 被无观察室推动 还记得吗 好 可是佛菩萨呢 佛菩萨为什么想参观你们家 为什么想看你们家的房间 师长佛菩萨是为了了解 而且改善众生这个造业的状况 所以他才想参观你的环境 我再说一次啊 师长佛菩萨是为了了解 而且改善众生的造业的状况 所以他想参观你的环境 了解你的状况 所谓的最想看是什么意思呢 对师长佛菩萨来讲 是最想了解对方的根性 以及什么才是最好的 饶意对方的方法 这是师长佛菩萨 最想看的那个动作的内涵 跟我们凡夫想要追求 这个色身相位处 满足我们的无观察室 这是不一样的 这样听得清楚吗 好 接下来再探讨 为什么最想去看 他们家的书房呢 你们觉得呢 为什么最想去看 他们家的书房呢 你们觉得呢 要想要想 好不要等我讲答案 我讲答案可能是你熟悉的 这样听过了就过去了 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帮助 你自己要先思考 为什么最想去 看他们家的书房呢 因为呢 看什么书 就会影响你的思想 你的思维 会决定你的业力 而你的业力 会决定你的命运跟苦乐 记得吗 师父说过 业的主体是思维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平常看什么书 就会影响你的思想 那你的思维呢 就会决定你 造业的状况 决定你的业力 而你的业力呢 会决定你的命运跟苦乐 所以 最想看你们家的书房 有人可能会问 法师我们家根本没书房 怎么办 哦 如果你们家根本没书房 那就蛮惨的 好 那大概你的业力 就离不开 只有银耳鼻舌声 去追求色身相位处 满足观察室的无名 这个造业的状况 就会蛮凄惨的 好 后面老实讲 大家聚在一起 人手一侧 静静的看书 这样的聚会 是不是会有 别样的乐趣 其实呢 我们世界人的经验 也可以理解 你在客厅 在饭厅里的交流 是不是远远不如 在书房的交流 要来的深刻 在书房的交流 一定是比较深刻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好书带给我们的感受 老实说 这边大家聚在一起 人手一侧 当然是看好书 对不对 好书呢 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你的心灵被转换 被进化 被提升 如果我们心与心之间 能够交流 相互交流 这样的感受 那是不是就会有 别样的乐趣呢 对不对 好 关键在这里 所以呢 师长佛菩萨 来到我们家里串门 其实会善巧地 引导我们 造极一种 什么样的业呢 远离无观察室的戏服 远离五成的戏服的这种 深刻思维的业 正确深刻思维的业 这也是我们将来 趋入无上妙法的 殊胜的前行 因为所谓的学佛修行 就是你 清净善事听闻正法 对不对 透过闻思修 让你产生深刻正确的思维 改变你的业力 你的业力也改变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你真正的离苦得乐 就成半了 对不对 它的前行是什么呢 你先要从原来那种 单着在无观察室 单着在五成禁忌的状态 你要转变 你要先从无观察室的状态 先变成能够让意识 去做正确深刻思维的状态 那它的前行是什么 你在世间的话 你得看好书 让好书能进化 转换你的心灵 让好书带给你深刻思维 这样慢慢培养起来 这个深刻思维的能力 就是我们将来 屈入佛法 屈入无上妙法的殊胜前行 所以这是师长佛菩萨 来我们家串门 想看我们家书房 想跟我们人手一侧 相互交流的用意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 心之勇士要学习的部分 心弹脸 这对亲自相谈之类的 自然 hadn drone 飞来 安全 ro